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修读组织行为学科程的时候 我接触到企业心理学中所谓的具体化概念 这个词意味着我们必须为一个物品赋予抽象的价值和意义 否则它就可能所值无己 如果公司在外面聘请一位企业顾问 在对于某些商品 例如像图片和装饰 要做出取舍的建议之前 它必须先提出一份报告 说明这件物品可能拥有的特殊意义或者基本价值 换句说话 这位顾问必须将这件物品具体化 并且考量保存的可能性 生活里头有很多事物的价值 都远远超过它们本身在金钱上的价值 例如一张照片 我们的回忆等等 当涉及到人和动物的时候 它们的价值都可以说是不能够取代的 耶稣对一群抱怨说 祂和一群罪人坐席的宗教领袖 说了一个迷洋的比喻 类似的比喻也记载在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至十四节里面 但是这里的背景 是一个远离天国的人的回归之路 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个比喻的背景 是耶稣对于寻找迷失之人的渴望 和要找回他们的喜乐 你们中间 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呢? 这个比喻里面的问题 听起来就好像在问 你们当中 有谁不会这样做的? 如果你有五个小蚊子 走失了一个 难道你会拿一部计数机出来计一计之后 就会安慰自己说 也好 我至少还剩下八十个百分之小的小蚊子 当然不会了 你一定会很逼切地去寻找 直到找到为止 这个比喻的焦点 并不是在当牧羊人不在的时候 谁要照管那九十九只羊 而是要凸显牧羊人 如何看待每一只羊的价值 每一只羊的股价都是百分之一百 因为他对牧羊人而言 是价值不非 你在上帝眼中的价值 也是无限的 如果你是唯一一个迷失的人 耶稣也会为你而死 因为你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他是不会放弃去找你的 今天神中课的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欢迎再次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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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同样时间